好那我们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讲这个内存管理单元 MMU 那这讲这个呢 主要是想让大家能够知道 怎么去建立这个页表 以及在XB6里面 为了能够更好的建立页表 我还必须要先建好断表 以及这两个怎么结合起来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是讲的 就是跟一件相关的一些细节 好那我们先看看 先看看回忆一下这个断机制 我们又一次提到断机制 断机制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进入保护模式之后呢 我们需要有一种映射关系 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内存 有一个虚地址 能够映射到对应的物理地址 那个映射关系怎么建立的 映射关系怎么建立的 就有个比如说CS 实际上是代码段 CS里面有个index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selector selector呢 它是一个index 这index呢 会指向一个gdt 全局描述符表的一个索引 作为一个索引 去查相应的这个 所谓的断的描述符 断描述符里面 存着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基地值 这个基地值 指向这个断 这个代码断缩在的位置 在它有一个所谓的这个offset offset什么呢 就是那个eip 那eip呢 加上基地值形成最终的地值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最终地值不能超过的limits 不能超过limits 如果超过limits的话 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断越界了 就会出错 会出错 同理也是一样 这个es到essds等等也是一样 它也会有相应的 比如仿在数据段 负据段会 你可以让它指向同一个地 同一个这个断描述符 也可以指向不同断描述符 从而可以使得它有不同的段 这实际上是段的一种机制 同时它呢 能够完成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完成一定的保护机制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内核态和用核态等等 在这里面都可以来实现 那是不是有断就够了呢 其实我们发觉这个断这个机制 我们其实这样原理可以提到 断的机制很灵活 但是呢 它由于太灵活了 导致它的口感性 有一定的限制 有一定的限制 另一方面呢 这个为了能够提高效率 需要注意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断描述符是存在什么地方的 是存在内存中的 是属于这个GDT 全局描述符表里面的那个一个项 所以在memory中 在组存中 在组存中 那其实如果每次CPU访问某一个地址 都要去查组存 明显不合理 怎么办 catch 我们说这个缓存是必要的 那其实我们在X86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说特别是80386在设计的时候 它其实有两部分 我们能看见到 给我们成全看见的是什么呢 就断选择子 就是说这个CS里面那个index 可以看见 但是还有一块 它开启了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叫做based address 因为你访问访问某一个index 其实就访问了这个里面的based address 还有limits access等等这些关键信息 这些信息是存在一个隐藏的部分 存在一个隐藏的部分 这部分是我们的程序员不可见的 在CPU内部使用 等于是个在CPU内部的一个catch 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每次就通过这儿来查到 就是完成这个疑似基于断的一种访问的一个检查 效率也很高 在CPU里面 这是和我们以前讲那个数据的那个catch是一个道理 只是这是你可以有些断选择子的一个catch 好 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印象关系之后呢 即使现在还没有分页 我们先基于分段机制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这么一个建立的过程 建立过程 可以看到比如触手画这个GDT table 然后呢 触手画的描述符表 然后把这个描述符呢 填到这里面GDT里面去 然后加载这个通过这个LGDT这条指令来来加载 这个GDT表 实际上就是让一个集存器知道它的GDT的其实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让DS ES SS以及CS等等指向相应的段 现在就试着它们的selector和它那个RPU 需要注意RPU 现在就试好它的值 最后通过这个long jump来访问CS里面那个 里面的那个index那个selector来 从而可以enable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分段机制 就做好了 这块过程其实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lab1里面也都涉及到 只是我们lab1其实重点不是要讲这个 在这里面呢 确实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但跟我们那个前面讲的不太一样 这一块是kernel里面做的事情 是kernel一开始做的事情 我们lab1里面它kernel一开始不是这么做的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在后续会给大家再深入讲解 这里面只是大家知道怎么在kernel里面 在kernel里面怎么去建好这个gdt 实际上是死龙这个所谓的断模式 这是bootloader干的事情 其实你看看 应该是很类似的 有一点区别就是 它setbit0 in CR0 这个bit0好像是 哦对bit0干什么呢 大家想想有印象吗 要我猜我还记得好像是进入保护模式 这里面没有设了 也许也许要设我还没太注意啊 就这里面是有个进入保护模式 然后才真正通过update4s using a jump就ok了 也许这里面设了之后 第二次在这里面不用设了 因为bootloader先执行 然后再启动kernel后执行 只要设一次就ok了 好 死龙了这个所谓的断机制之后 我们还要死龙液机制 其实我们在约定可以讲过 就是断机制和液机制 它们在完成的功能上面 都有很多的重叠性 它们也断 液机制也可以做这个所谓的 特权机的一个检查 也可以完成这个地质印射 相对来说液机制 它把每一个液的大小是固定了 比如说4k 而不像断机制 它那个断的大小是不固定的 那这种这种局限性呢 其实是把这个机制 给它更加使得它更适合去用CPU来实现 它的开启不大 而且更利于扩展 支持更大的一个访问空间 更多的这个液的一种液表 比如说液表的一种实现 断表只有一个液表 可以有很多个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说我们在断的机制上在死了 进不死了液 为什么大家说 为什么不直接就有液 把这个断去掉呢 这其实是在于X86的一个设计 X86是要向下兼容 它一开始没有液 但是一开始有断 有了断之后 再加的液 它要为了保持向下兼容呢 使得以前的老软件可以跑 所以说呢 这个断机制一直保留着 一直在特别的Sensory空间里面 那我们 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尽量把这个 可以通过某种手段 软件的方式 使得断机制的功能尽量弱化 而基本上使用液机制 就可以完成相应的这个 我们说的物理存的这个映射 以及后续的虚存管理等等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Lab2里面 它这个建立的机制比较啰嗦 一共改了三次 这个所谓的这个全局标注幅表 为什么 这个后面也会讲到 这里面只是给大家 先留个影子 好 那我们前面看到的是 分段机制 以及为了能够支持这个分液 我们折腾了三次 建立这个GDP table 假设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就是让这个液机制也使能了 因为断表建好了 那我们怎么使能液机制呢 先看看液机制干些啥 其实它也是完成一个映射 只是说 根据我们原理课 其实这个和原理课很对应 这是二级液表 这二级液表里面 这个CR3 你可以以为是液目录表的机制 的集成器 它存了这个机制 只向这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查这个 液目录表里面的这个项 这里面 这是一个所谓的信息地址 或者你可以以为逻辑地址 那么这十位 只向这个作为index 查这个 液目录表里面的index 而这个呢 作为查页表的index 然后 然后呢 合在一起 把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PTE里面的内容 就实际上是存着什么呢 存着是那个 某个页的起始地址 就是比如这个地方 某个页的起始地址 再加上它的offset 形成这个整个物理页的一个地址 我们称之为物理页帧地址 这是整个的一个映射过程 那这个过程 这个表 这个表 是由我们软件来建立 这样 超系统可以控制这个 我们的应用程序 到底能发布哪些内存 但一旦把这个表建好之后 那么整个这个操作访问的过程 都是由我们的硬件来完成 整个东西不需要软件来 来干预 那其实也都提到了 如果为了访问一次内存 都要走这么多次 查表的过程 这些表都在又在内存里面 那开箱是相当大的 所以说这里面一样有catch 这个catch就是我们说的TOB 这个在经验原理课里面给大家讲过 TOB现在就是缓存了这个PTE里面的内容 好 那么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例子 当我们的逻辑地质 经过断机制之后 变成线性地质 经过断机制的一个转换 变成线性地质 那么线性地质 我们这里面可以简单理解为 就是我们说原理课里面讲的 在基于页这种印象里面的逻辑地质 这可以把它看成逻辑地质 然后这时候 假设这个地质是这么多 那把它变成二进制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分成三块 因为这个二级二级叶表里面 它正好定的是这十位 这个十位 这个十二位 正好这十十十二 那么这里面是多少呢 实际上把它变成看成一个一个 把它变成一个16进制的话 是304 那么这是index 这就是0.304 这个index查这个 在叶目录表中的这个位置 那么叶目录表在哪呢 它其实也在哪呢 CR3指出来 CR3会指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想到 肯定要给CR3付个值 使得我们的CPU知道 去哪找这个 叶目录表的七十地质 找到七十地质之后 加上index会找一下PTE 每一个PTE项呢 正好也三十二位 也是正好三十二位 那么这个三十二位里面呢 有二十位会作为 会作为所谓这个 叶表的七十地质 指出来 所以说这里面存什么呢 存的也是个线性地质 这个线性地质呢 有二十位 然后在扩 在扩上十二位 填上三个0 变成变成这个地质 我们可以看看 这里面正好假设存的是0.x233 那么233呢 在左移 左移十二位 形成所谓的这个PageTable的 基地质 OK了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PageTable在哪了 然后又把它这个这里面的内容 做index 这里面是多少 0x234 就这里面的这个值 0x这十位 实际上是等于0x234 好 这0x234呢 作为这个PageTable的这个index 去查看里面是多少 这里面存的值是0x22333 这个值也是一样 它其实是我们某一个页的基值 那么页呢 是4k 因为你看这12位 2的12四方就是4k 所以这是按照 这个页是按照 就是4k的对齐的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值 一样 这是作为一个 它的一个线线地质 然后把它扩一下 扩到这个左移 12位 左移12位 形成一个页的一个基值 那么这个地质 就已经是形成了所谓这个 这个线线地质 或者这个逻辑地质的一个基值了 这个基值加上它的offset offset是多少的 0x567 这个offset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正好12位 就567 把这个补进去 就是0x22333 567 就是这个线线地质 所对应的物理地质 就找到了 需要注意 我们前面强调 在页表项中存放的地质内容 是线线地质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这里面存的不是虚地质 这样就乱套了 OK 那我们把这个映射关系 讲清楚了 其实我们这个实验 就是要把这个表建好 你知道怎么去建一个表 怎么去拆一个表 你要清楚这个 才使得我们CPU 正确的访问到 相应的根据某一个 你设定的一个虚地质 反映到相应的物理地质 对于预表项里面呢 你们需要关注的什么呢 目前来说 最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值 但其实除了这个值之外 它还有些所谓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页 是只读的还是可读可写的 那么它有些bit 比如RW 这是一个bit 对于这里面的是RW 比如第1位 这是第0位第1位 它一项是32 一个页表项 或者一个页目的项是32位 RW是代表可读可写 自1就是说可写 0就是只读 us这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用户台 类合台 它叫user和supervisor 那就是类似于 如果自1的话 代表它就是处于user mode 就是ring3 如果自0的话 表面是supervisor 那么就先是ring0 这是可以设置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目前来说 我们不考虑用户台的话 那么这里面就设置成0就OK了 那么A D 那是后续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在后面讲虚存管理的时候 会用它 会用到它来实现一种有效的页替换算法 这里面我们就只是给大家简单提一下 在我们的lab2里面 还涉及不到这些的一些操作 OK 其他有一些东西可能也不要注意 但其实还有一位 还有一个位 第0位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位如果是负的是0 代表这个项是不存在的 就是一个非法的一个映射关系 如果是1代表这一项是合法的 就是说也意味着这里面的这个20位 这20位是有意义的 这20位是有意义的 对于一个页表里面的页表项来说 这20位指向的是一个页真物理页真的七十弟子 对于一个页目录表的它的一个 这20位来说的话 它指向是一个页表的七十弟子 都是4K对齐的 这一点 所以说这位决定了这个值是否合法 是否合法 好 那假设我们把这个页表都建好了 就是这里面的页表 每个页表里面的页表项都填好了 我们想让某些虚立子 印象某些物理例子 通过建立好这个页表项 建好了 最后我们怎么能够使能这个页机制呢 也是一样 也是对这个特定的一个继承器做一个自位操作 比如说这还是C20 C20里面的这个31位叫PG位 这个位呢要自成1就表明 首先啊 你首先是前提是你已经进入了保护模式 进入了这个断模式已经断的这个机制已经enable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页表建好 页表项设置好 然后再把这个C20的这个bit给制成1 就可以使能页了 就这页机制就可以工作了 那在这个建立页表过程中 我们又啰啰啰嗦的 就是在实验里面做了很多事情 当然这些事情大家是更多的是了解 更多的是了解 不是需要大家去写 那你只要知道 就是说页表什么 页表其实也是一块内存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前面的物理内存的分配 我们讲到物理内存 即使我们没有页机制 我们也可以对物理内存进行一个申请一块内存 释放一块内存 有断机制 那把某一些内存呢 作为这个页目录表 也要把某些内存将来会做成一个页表 然后呢 把这个里面的每一项要给它处装好 来建立所谓的映射关系 但是建立每一项的这个页目录的表的映射关系 和页目录表相的映射关系和这个页表相的映射关系 建好 这代表这是建立这个映射关系 建好之后 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设置 123 123什么意思 大型啊 就是123里面记录了 记录了这个页目录表的70地址 所以要把这个123存成是页目录表的70地址 然后呢 123的31要自1 这两步是干这个事情的 自了1之后 页机制生效了 然后再接下来 他还要做一步 这两步是干啥的 这后面会讲到 还做一些收尾工作 使得这个页机制能够正常的工作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页 建立页表一个大致的过程的描述 好 那我们的实验是干什么呢 我们实验就是说 你要知道怎么去建好这个页表 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去填写一个页表像 怎么去释放一个页表像 就是PigTable的这个Entry 那OK 这是一个大致说 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 怎么去设置一个页表像的一个大致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大家想想我们的 我们需要说你这个在页目录表里面对应的那一项 就是页目录表像是否存在 如果页目录表像存在 意味着它指向是一个 指向了一个物理的一个 指向了一个所谓的页表的其实例子 如果页表像不存在 那我们就要创建一个页表 创建页表一个页表正好是4K 正好是4K说我们要分配一个页给它 然后去做相应一些处置化 处置完之后填好值 然后呢 就把这个就是填好值什么意思 就是把页表里面的那个页表像给设置好 把这个设置好之后 再向前面的页目录表像也设置好了 那么其实这个映射关系就建立好了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相应的一个指针反过回去 代表说OK 我这个页分辨好了 某一个物理页 某一个物理页啊 某一个物理页就对应着 相应的一个逻辑地址 4K的空间的逻辑地址 这就是它在页表中建立页的一个映射关系 为了建这个一个映射关系 我们可能需要去用到什么呢 假定我们一开始分配了一个页目录表 只有一个4K就OK了 因为一个页目录表 基本上可以去映射到一个4G的空间 然后呢 有N个有N个页表 这个如果你没有建立相应的这个 你这个映射关系用到某个页表 页表不存在了 我们要分配这个页表 大家分配分配类存 然后呢 你对的那个建立好的那个物理页针 你也要用上 那也要分配一块类存 那其实就有一个分配类存的过程 这个大家在做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OK 好 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看看 把前面讲的断和页合并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X86特有的断页式的一个映射关系 比较复杂 但是其实想想它相对一块一块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无论是断还是页 其实都是一个映射过程 只是一个用的是所谓的一个断表 一个用的是页表来完成的而已 机制不一样 但是呢 过程都是一个映射关系的建立 你可以看到 它采取的寄存器方式来保存一个逻辑地址 就是通过selector就断的selector和这个一个比如说EIP或者EAX这些计程器代表offset 然后呢通过这两个呢 这个selector会找到所谓的这个断的70地址 将offset形成所谓的这个线性地址 线性地址 线性地址呢再绕一圈 绕什么呢 绕这个页机制通过这个你建好的页表 来把这个线性地址拆成三大块 找到最终找到一个物理页的其实地址 将它的offset形成所谓的最终的物理地址 可以看到这一块 涉及到多次的内存仿存 所以说我们需要说提高效应的话 这种方式很明显不行 我们需要把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给缓存到CPU里面去 那这里面的像是TLB里面的 缓存到CPU里面TLB 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看说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断 就这个断继承器里面呢 它有一块invisible的一个part 那个part存的是 断multi里面的很重要的base address access的一些特权的一些管理 以及它的limits 这些有了这个手段之后 使得大部分的访问还是在CPU里面 CPU内部就搞定了 所以说它的开销其实还是不大的 这就是开启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在我们的这个软件硬件中 开启无处不在 这操线里面也是一样 OK 这就是这个x86的mmu的一个介绍 那最后呢 给大家再讲讲 它为什么绕了绕了那么多圈 简单可以看看 这里面给大家 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bootloader的时候 在bootloader的时候 我们这个css的这个g base address g例子呢 实际上是0 而且没有enable这个page 就夜模式 没有enable 所以说这时候 虚例子和物理例子 是一一映射 就是虚例子是0 物理也是0 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当到了kernel之后呢 kernel它有点变化 它把这个css的base设成了解0xc7个0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假定cs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我们是让这个内核 它的这个内核空间是位于0xc后面7个0的高地质空间 这是一个逻辑地址 那在没有enable这个夜机制的时候呢 那么它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端音色机制呢 使得逻辑地址可以正确的找到相应的物理地址 因为我们编译的时候 已经把它变成了0xc多少 这个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再看那个另一个文档 在软件这个层面可以理解 好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还没有enable page table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还要把这个page table enable 让它能够经理正常的这个映射关系 但需要注意的时候 这其实我们最终目标是希望说 靠夜机制来完成映射 我们的断机制啥事不干 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 它的base是0 但由于我们这里面已经改成了thexc了 所以说呢 在转换过程中 这个cs还是没有变的 cs还是没有变的 还是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要确保 确保转换在夜宝enable之后 且csbase是在-xc7.0的时候呢 还能正常工作 这是需要一个中间状态 当保证了这个正常工作之后呢 我们最终再做最后一步 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断的映射机制 是cs-based的语言 可以看到这里面 一二三 其实就是转了三转 如果大家不清楚 我们会不会还会给大家做进一步讲解 这个呢 其实只是一个就是 Milcore在有效的支持 这个 X86的断夜室机制的时候 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 当然有其他方法 但这的话我们相当来说觉得 比较好理解一点 但如果你光有这个夜模式 或者是断模式的话 其实这个还是不是很好 还不需要这么复杂去就可以完成的 如果只有夜模式 那其实要简单很多 这也是很多其他新的CPU 比如说ARM MIPS里面 常见这种方式 它没有断模式 它只有夜模式 也就够了 对于我们超级统 只需要超级统和应用程序 需要两个态来说就够了 好 这也是相关的一些参考资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跟它相关的一些信息 OK